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沙田等地区也有悼念的晚会 享用遍地开花 其中望角的民众参与踊跃 维员活动结束之后望角场面驱见火爆 已经有传出警员用了胡椒喷雾剂来对付在场的民众 相容制定会的主席李卓人表示 将如往年一样在维员一带发放相关的一些蜡烛 并且点燃蜡烛 下午约4点30分的时候 警方在铜锣湾多处设置了喇叭 并且不断地大声重播一段 警方呼吁告诫市民如果参与维员的集会 将会干返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以及违反了限聚令 也有警员在铜锣湾一带拍摄了进入维员的市民 而职联会则在傍晚约5点30分的时候 于维员的外面开始来摆设街头的摊位 而李卓人也看见了有大量的市民准备进入维员 进行悼念 对此也感到了鼓舞 另外一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 也于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抵达了现场 37%的港人要移民 赵立坚表示说来去自由 香港经济日报的西西表示说 中央推行的港区的官法 使得港人移民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 目前有香港的传媒委托香港中文大学 传媒与民调中心的一项民调 就显示 37%的受访者考虑移民 在北京方面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今天也就是6月4号的时候 被问到了有关于民调的结果 时就表示不知道提问表达了什么意思 他说但是中国是来去自由的 另外根据黄球网的信息表示说 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日本传媒的记者就问到 6月2号公布的一项香港的民意调查 显示有超过37%的受访者 考虑移居海外较三月份的时候的 同类的调查 急增了13个百分点 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表示说 不知道该记者提问想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他说中国来去自由 反对英国在DNO问题上 搞一些政治操弄 说要保留采取相应的一些权限的措施 这是来自香港经济日报另外一条话题新闻 另外在同一场记者会议上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又回应了 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以来不断的发表涉及香港的一些言论 指无论是在BNO问题上搞政治的操弄 还是在国际上串联势图干涉中国的内政 都是没留出路的 他也表示说如果英国方面执意的单方面的改变有关的做法 不仅违背了自身的立场和承诺 也违反了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准则 中国方面对此将坚决的反对 并且保留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权利 他也表示说一个稳健发展的中英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但是需要英国方面同中国方面来同向而行 共同做出一些努力需要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或不干涉内政 另外约翰逊近日表示说如果北京在香港强推来实施国安法 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了更多的一些移民的政策 允许BNO的人士延长签证这一年获得进一步的移民的权利 包括在当地工作成为他们可以取得共鸣资格的一个路径 中国的足球名将何海东发政治言论遭风 中国知名的体育网站虎扑6月4号的时候发布公告 表示说由于前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何海东 在境外的社交媒体当中发布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 即日起禁止相关的讨论发布 不过这则公告被虎扑给删除了 虎扑所提到的有关于何海东的信息 指的是这名中国的前足球运动员 在当地时间6月3号在海外的社交媒体 来宣布建国并且发布了建国宣言 此事引发了一片的关注 但是已有不少的使用简体字的网友 纷纷表示了质疑的态度 6月4号中国体坛周报就发布声明说 何海东在海外公开的发布颠覆政权和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论 从即日起 体坛周报将停止对何海东的一切的报道 何海东现年50岁是山东的青岛人 曾经是中国国家队的一个球员 私职是前锋 也曾经参加过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1992年1996年和2004年三届亚洲杯 他还曾经转会到了英国的足球俱乐部 谢弗尔德足球俱乐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何海东的夫妇此前 在个人的微博当中就一些公共的议题 与中国网友爆发了争论 部分的网友质疑他在蹭热点 说是走公知的路线 但是这对夫妇多以粉蛆还有蛆块链 来称呼那些质疑他们的人 并且凭晒豪宅名画也引发了一片围观 此外就在6月3号的时候 中国境内的多家媒体热炒何海东之子豪润泽 在塞尔维亚的超级足球联赛的首秀 帮主队在比赛当中攻下了一球 逼平了对手 不过部分的网站已经删除了这样的报道 有消息表示说 中国的多家媒体已经收到了 有关于何海东的报道的禁令 目前何海东的微博内容已经被全部清空了 地摊经济带动了中国啤酒股飘红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说 中国的啤酒概念股今天也就6月4号的时候走强 截至到上午收盘的时候 珠江啤酒涨了9.86%接近涨停 另外燕京啤酒还有汇泉啤酒 以及重庆啤酒涨幅均超过了4% 进到啤酒盘中的时候最高涨了5.1% 股价达到了66.5元 股价升至了1993年上市以来的最高的水平 此后略有回落 早盘最终收于65.80元 另外根据新京报的报道表示说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了中国市场的一个热点之一 与地摊经济概念股相关的股票也权限了大涨 有分析认为 餐饮是地摊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啤酒是餐饮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特别是在夏季 历来也是啤酒销售的一个旺季 在此影响之下 啤酒股也受到了地摊经济概念的推动 市场憧憬 夜店排档啤酒的消费量可能会增加 中欧峰会取消达沃斯论坛将采取新的模式 来自香港媒体东莽的希西表示说 德国政府星期三也就是三号的时候 表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欧洲和中国将延迟原定于9月14号 在德国的莱比西举行的一个峰会 决定已经获得了三方的同意 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言人表示说 默克尔先后与中方的领导人 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通过电话 三个人都同意疫情形势令的峰会 没有办法在原定的时间举行 将尽快的讨论延迟的细节 而这次会议被视为是欧盟与中国关系的 一个关键时刻 以调停中美矛盾等一些紧张的问题 中欧上个月底的时候 曾经在中欧的投资协定展开 新一轮的一个磋商 但是目前没有新的进展 另外世界经济论坛第51届年会 将自开办以来首次 同时以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模式来举行 一方面以视讯的方式来开会 同时保留了部分面对面的会谈 届时来自全世界的政要以及商界领袖 四百多个城市的年轻人 他们都会围绕着世界的复兴 这样一个主题来进行对话 另外英国的王储查尔斯 也将会参加这一次的资讯会议 另外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 也就是6月4号的时候在记者会上表示说 中国 德国 欧洲三个方面 已经就峰会的筹办的工作 包括举办时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鉴于这次疫情的形势 三方均认为近期举办峰会会面临较大的难度 同时 峰会是中欧之间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议程 将另则合适的时间来举办 中国方面将同德方还有欧方就举办的时间 以及方式继续保持沟通以及协调 俄罗斯称台湾是国家中俄关系生变了吗 来自台湾媒体星期四 也就是6月4号的报道表示说 只近日发现了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官方网站当中 在地图部分显示出了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同时又将台湾描述为国家 有网民就推测 一直以中国大陆交好的俄罗斯 虽然在国家官方的网站当中违背意中的原则 可能暗示着中俄关系有所变动 中方暂时还没有做出相关的回应 据悉该网站是俄罗斯的一个官方 用于公布全球疫情数据的网站 全网以俄文来显示 其中在地图部分点击台湾 将文字翻译成为英文之后 显示为今日新冠病毒在台湾国 而点击香港时所显示的 则是今日香港的新冠病毒 美国前防长批川普分裂美国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美国前国防部长退役的陆军队的将领 马利斯今天严厉地谴责川普总统 指控他企图分裂美国 也没有能够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当中 愈演愈烈之际展现出成熟的领袖的风范 马利斯也在声明当中表示 声援投入反种族主义示威的抗议人士 马利斯2018年12月提出辞呈 抗议川普向全面撤军巨量 马利斯在声明当中表示 在我的一生当中川普是第一位 没有试着让美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总统 甚至连假装尝试都没有 反而企图分裂我们 马利斯先前认为自己批评现任总统并不合适 这本声明刊登在了大西洋月刊的网站当中 另外他也表示说 我们正亲眼目睹没有成熟领导人 长达三年的后果 马利斯表示说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 让他愤怒而且惊骇 随着美国全国性的示威 在若干个城市逐渐的融为了暴力 以及劫掠的事件 川普扬言要出动军队来评论 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 5月25号的时候 遭到了白人警察以吸压警致死 旁观者拍下了弗里尼德痛苦死去的画面 迅速地在网络当中疯传 引爆了全美的示威潮 马利斯抨击当局 为了让川普在白宫附近的教堂 共媒体拍照 以武力镇压的白宫周边和和平示威的一些民众 马利斯说 当我大约在50年前加入军队的时候 便宣誓要支持并捍卫宪法 他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与我做出相同宣誓的军队会在任何情况下奉命侵犯同胞的宪法权力 更不用说 是只是为了替现任的三军统帅制造一个莫名其妙的拍照的机会 同时军方的高层还站在了一旁 自称是中国留美学生参与示威截略奢侈品上网炫耀 来自香港媒体东网的信息表示说 美国多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 并且发生了激烈的起民冲动 部分的示威者趁火打劫会烧毁了截略的商铺 一名疑似是中国赴美的留学生的人士叫袁洪瑞 周二的时候 也就二号在社交媒体当中就发文炫耀自己成功的 抢劫了Dial以及Cucci等一些奢侈品的名店 并且叫嚣指穷人买不起 又特指自己是热爱祖国母亲 袁洪瑞在社交媒体当中贴出了多张品牌奢侈品的图片 同时表示自己在网上大言不惭 他说在西雅图抢了Cucci的包包 好看吗 另外他也挑衅网民指可以去FBI举报他 还叫嚣指美国人还欠了中国很多的账 没有还几个包包而已 美国人至于那么小气吗 然后有网民就爆出该留学生今年25岁 正在美国西雅图求学 来自香港媒体香港经济日报的 Cucci表示说广西的吴州市的苍吴县一间小学 今天也就6月4号的时候发生了斩人的案件 一名保安持刀斩伤了学生以及教职人员 造成了39人受伤 校长等两人受了重伤 斩人者已经被警方控制 事发的地点是当地的旺铺镇的中心小学 今天上午的80左右 校内的一名保安持刀斩人 来自中国媒体《新京报》引述了目击者的话 表示说有多名的孩子的头部 肩部以及手臂处受到了伤 另外网传的影片可见 现场多名的学生在卫生院的治疗当中 正在家长的培护之下来掉盐水 另外根据苍吾县旺铺镇的政府相关的通报 表示说初步估计约有40名的学生和教职人员受伤 其中三人受到了重伤 分别为该校的校长和另外一名保安以及一名学生 初时受伤者到了旺铺镇的卫生院止血包扎 已联系到了救护车 将伤者送到了市区的医院进行救治 最后吴州市的当局就确认受伤的人数初步核查为39人 其中包括了学生37人受了轻微的伤 两名成人受到了稍重的伤症 已经全部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 并且没有生命危险 据报道表示说持刀商人的人士姓李今年约50岁 事后已经被警方控制 目前还不知道其行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另外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表示说 行凶者为学校的一个安全血管员 有报道引述了旺铺镇派出所的话 表示说目前还不便透露相关的案情 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由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节目 明镜快点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的明镜新闻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剧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 健身 歌唱 影评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 嗯 狗狗出去 别犯了 第二步呢 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 还有狗狗 然后呢 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 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